每日来到主的面前 共同经历神的恩典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信守承诺 参考经文 彼得说 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 言总不能不认你 马太福音26章35节 在电影《青城佳话》 这部影片当中 有位警察 因为没有足够付小费的钱 就和餐厅的女服务员约定 如果她买的那张彩票中奖了 就一人一半 没有想到第二天 彩票果然中了四百万美元 警察的妻子 不愿意她把钱和女服务员评分 这使得这位警察左右为难 到底是要信守自己承诺呢 还是另外有其他打算呢 后来她坚守约定 但是也因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彼得曾经承诺耶稣 说 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 也总不能不认你 然而 当天晚上 耶稣被捕之后 彼得却三次不认住 以至于当他反悔之后 竟然出去痛哭 彼得 怎么从一个忠诚的朋友 变得不认耶稣了呢 我们若是真实地面对自己 就不难发现 我们可能也会犯同样的错 彼得可能害怕逮捕的危险 会和耶稣一样背叛有罪 事实上 当晚耶稣所有门徒都背弃了他 黎明时分 彼得独自一人 想起自己是如何背弃耶稣的就痛苦 幸好 彼得和主的关系并没有就此了解 耶稣受死复活之后 饶恕了彼得 也再次复兴他的灵命 比他先前更有胆量来服侍神 这个世界因为失信 而破碎的关系随处可见 但是在我们生命中 有一位从始至终信守承诺的主 他在实价上的牺牲 修复了这个破碎的世界 也重建了我们的生命 更呼召我们来侍奉他 让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 感谢你 让我们在失败之后 仍然能够与你重建关系 但愿我们能忠诚 刚强壮胆地 来服侍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我认为你 我认为你们不够与你 要咱们 我用这些 是不是 感谢观看